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上海方面是下跌了1.13% 收盘跌破3300点大关 目前收在3293点 欧美股市昨天也同样 基本是有所下跌 英国 法国 德国的跌幅普遍在0.5%以内 但是美国三大指数则出现了较大跌幅 其中大琼斯跌了299个点 跌幅为1.16% 标普下挫1.27% 纳斯达克下跌1.23% 除了股市以外 黄金价格因为美元的上涨昨天下跌1% 目前价格是跌破了1320美元 另外油价同样也是因为美元的上涨而下跌了1% 在数字货币方面 昨天比特币价格是上涨300美元 目前大约是在10700美元报价 另外我们要说一下的是美元指数 目前是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型号 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就来说一下的是新冠上任三把火 美联储主席 新任主席是怒推加息 常言到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新冠上任通常是放三把火 那么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上台之后 在过去的一周之内是连续几次发言 都说到今年对于美国加息的一个正面肯定 虽说他没有直接说三月份他铁定会加息 但是从他过去几次言行或者说他的言辞中 对于美国今年加息的一个迫切性以及一个必要性 他都表达了坚定的支持态度 在昨天晚上美国国会的证词中鲍威尔也说到 虽说二月份市场是有所波动和震荡 但是这并不影响着美国加息的判断 但同时他也是拒绝给出今年 别人问他你预计要加多少次息啊 他不说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你要是把底牌都给录出之后 那么后面就没啥意思 在过去的一两年中 我们知道呢美联储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通过到底要不要加息 是多加少加加几次等等这些话题来控制市场 所以说今年加几次息 这个话题他是绝对不会说的 那么从这个我们都知道 一般来说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上写着 一个货币利息的高低与股市的价值是成反比例关系 换句话说 就是当货币呢 这个不断的降息啊 不断的印钱啊 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这个公司的借贷成本很低啊 那么对于股市是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当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啊 银行不贷不再给你贷款 或者贷款利率再提高了 市场上没有这么多钱 这种情况下呢 会虽然货币在升值 但是股价就会 股市里面的股价就会下跌 但是我刚才也说到 这是书本上的理论说法 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事在市场中真实的情况 还需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 有一点就是市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 英文里面呢叫做expectation 这个心理预期 其实呢 非常的关键 比如说你原本是一家这个上市公司 你赚钱的 今年明明是赚了这个八万块钱 但是呢 如果市场觉得你应该赚十万块钱 分析师给你的预期是赚十万块钱 那么即便你只赚了八万 你的股价依然会下跌 这个就是预期和真实情况的一个差别 那么美联储在2014年 这个停止量化宽松以后呢 正是利用的市场预期值和真实情况的差别呢 来控制着美元的走势 比如说2016年 在年初的时候 大家以为要加息三次 结果呢 有各种理由 各种原因 最后全年只加了一次利息 导致呢 虽说只加了息 但是美元一直就是在跌 美股一直在上 2017年同样的情况 大家预期是加四次 结果只加了三次利息 也同样导致美元的下跌和美股的上涨 所以说 管理这个预期值 其实呢 就是美联储要做稳定市场 平衡市场情绪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今天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个美元的走势图 我们发现呢 虽然说美元在过去大部分 两年半的时间里面都在下跌 但是呢 在短期 现在美元出现了一个 四小时级别的上涨信号 这个上涨信号呢 也是从2017年的12月中 12月初 下跌以来 两个多月出现的第一次上涨信号 近三个月时间 那么这个上涨信号的出现呢 虽说现在是刚刚突破 那么一旦它 形成24小时以上的固定时间以后 很有可能出现有效突破 那么那个时候呢 美元的上涨势必会导致 像黄金的下跌 像油价的回落 像非美货币的下跌 等等一些 以美元定价产品的一个回落 所以我们投资者呢 对于现在美元走势 一定要引起重视 最终 今天晚上我们要注意的是呢 澳洲时间在晚上9点钟 欧元区会发布他们的通胀数据 因此今晚 欧元的利率 欧元的这个走势 会比较波动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